咱们最后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最后调试一下 咱们最后再调试一下设备 调试一下设备 现在看得见屏幕听得到我说话 听得到我说话的 咱们敲一下1 最后再调试一下设备 能看得见屏幕听得到说话的 OK OK 行行行 那咱们就开始了 今天是咱们MySQL数据库的最后一节课 也是难度最大的一节课 内容不多四道题 但是四道题的难度还是有的 首先咱们还是先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内容 上一节课主要我们讲了两道题 两道题 这里边其实已经用到了一些 我们之前综合性的一些内容 还是老规矩 我通过写尾代码的方式 大家呢 再跟着我过一遍我们上一节课的重点 首先呢 上节课我们直接是做项目了嘛 所以先要了解到这个项目的数据 数据的导入 也是算是一个知识点吧 数据的导入 数据导入 数据导入这块首先要注意的是 先要建数据库先要建好数据库 再建好数据表 在数据导入的情况下 一定要先建好数据库 建好数据表 然后再选中 再选中 选中 选中要导入 要导入的表 选中一个要导入的表 应该是右键 右键 右键 然后选择 选择 input data 这个 from data for fuel 选择它 然后呢 在对话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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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选择 文件 选择好文件之后 根据对话框的提示 可以看一下 列是否是对应的 只要列对应上 就没啥问题 点击确定 数据就导入了 这个呢 是数据导入这块 另外 接下来呢 咱们就一道题 一道题的 两道题 都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道题是啥类的 我把这两道题先考过来 然后两道题 第一题 第一题是统计不同月份的下单人数 这块首先我们的思路是 是要先确定已知付的人数 是确定 确定已知付的人数 我们是以以知付的人数作为 首先的首要的先决条件 然后呢 再统计不同月份的下单量 统计不同月份的下单量 下单量 这块我们要注意的是 不同月份 那自然是要按照它的那个下单的字段 应该是配ID 配的time 配的time字段 自段 是配time字段 统计不同月份的 所以是要放到year和month函数中 就可以得到月和年 然后呢 然后按照年年和月份组合 组合 组合进行分组 这块要注意是按年和月份组合的进行分组 这块注意一下吧 注意 因为 有可能 有 有多年的数据 所以 必须 要 用 年 年和月 的组合 组合 进行 分组 虽然我们这个题目来讲的话 其实是没必要的 因为我们数据量小 但是 一般来讲 按照月份统计 一般来讲 都是要把年代上的 因为很有可能会跨年 一跨年的话 如果只按月份 这个数据统计出来就是错的 所以这块一定要特别注意 第三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Count进行统计下单人数 在 这个 基础上 直接 通过 Count Count 统计 统计就可以了 这个是第一题 第二题 就稍微复杂一些 有回购率和复购率 这两个概念 我们需要明确一下 回购率 回购率 回购率呢 就是本月 本月 买了 上个月 上个月 也买了 的 用户 这个 他呢 在除以 除以 总 下单 的 用户数 这个 就是回购率 而 复购率 准确的说应该叫 越复购率 是吧 越 越复购率 越复购率呢 就是 在 本月 本月 当中 多次 消费 的人数 除以 总的 消费 的人数 这个呢 就是 越复购率 我们一个一个求 因为 越复购率呢 其实相对来讲呢 更容易一些 对吧 所以呢 我们 是先学 先 实现的 越复购 越 复购率 我们先求的 越复购率 这里边 这个里边 我们首先呢 是先求出了 三月份的订单 先求出了 三月份的订单数 订单数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先挑一个月嘛 先求出三月份的订单数 然后呢 再 按照 用户分组 因为我们最终要结合的就是人数 按用户分组 通过 通过 Count 统计 每个 用户 三月份 的 消费 次数 这个是 首先的第一步 我们先统计出来 每个用户 三月份的消费次数 然后呢 消费 次数 大于 一的 就是 就是 复购 用户 我们 我们 通过 Case 问 问 按的 这个 的 方法 其实我们用了两个方法 对吧 我们用了两个方法 一个呢 是 这个 最传统的方法 那个传统的方法 我们会发现 一句 C口语句 会非常的麻烦 分成两个 C口语句 然后呢 还要再 拥拧 一下 那个方法 很麻烦 所以呢 是不推荐的 主要呢 我们就是要学会 这个 Case 问 Zan的 这个方法 它呢 可以在同一行里边 把总数和复购的人数呢 全部都在 一句C口语句里边 全都能统计出来 它的方法 把复购 复购语 把复购 与非复购 非 非 复购 区分开 区分开 具体的 语法结构 Case 问 然后条件 条件Zan 是显示的内容 后边跟 满足 这是满足 条件 的结果 然后 就可以跟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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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满足 条件的 结果 最后别忘了 有一个 Zan 按的 是结束 这个呢 就是 Case Win 的一个 语法结构 我们通过它 就可以 把复购的 和 非复购的 全部都 统计在一起 接下来 都在一起的话 就很方便 就可以直接 求出来 复购 率 就等于 复购 用户 直接除以 总 用户 而 这个 用户 是否 复购 已经 通过 1 和 0 来 区分 开了 对 对 是否 复购 够 是否 复购 对 是否 复购 这个 呃 自断 求和 就可以 得到 复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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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的 个数 因为复购 的是1 非 复购 的是0 所以 就通过 case 1的 形式的话 就是把 复购的是1 也就是说 这个条件 你的 消费次数 大于1的话 我就给你 设成1 否则的话 我就变成0 也就是说 复购的用户 呢 只是1 非复购的用户 呢 只是0 这样的话呢 我们对 是否复购 这个字段 直接 求和 就可以得到 复购用户的 个数 嗯 在 相同 条件下 在相同条件下 对整个 整个 数据 数据 的 条件 求 个数 其实就是 count 就是 总 用户数 这个case 1的 形式就是 最方便 他不需要 把通过 having 来把 复购的 和非复购的 两个人数呢 分开了 如果不用 case 1的话 我们只能在 having 分组完了以后 用having 把 复购的 和非复购的 分开 这样的话 就分成了 两个 slag的 语句 那这两个 数据 我们还要再 给他拼在一起 就很麻烦 那这样的话呢 用case 1的形式呢 一句sigle语句 全都搞定了 而且呢 直接求和就可以 通过不同的条件 求和 就可以得到 不同的结果 复购人数 和总人数 都可以 一下就统计出来 统计出来以后 一除就OK了 所以呢 用case 1的方法呢 使可以使 sigle语句呢 更简洁一些 这是 第一个 复购率 第二个 回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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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率呢 这块呢 其实相对来讲呢 它复杂 其实复杂在 我们要自己 连自己的 情况 首先 我们呢 是先看看 以支付 看看是 已经支付的信息 然后 并且 以用户 和月份 和月份分组 分组 以 用户和月份分组 这样的话呢 当时我们是 先用了一个 11211 这个用户 对吧 用这一个用户 来进行一个 数据的整理 这样的 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发现 用用户和月份分组 以后 就可以统计出来 每一个用户 在每个月里边的 消费的次数 统计出来以后 再通过 通过 左连接 通过 左连接 自己 连 自己 这样 这样 就 把 两 两个月的消费信息 放到了 一行 的数据中 因为在第一步里边 我们发现 按照用户和月份分组以后 那确实可以统计出来 每一个用户 每月的消费的次数 但是呢 一月一行 这个其实 我们不好统计 不好比较 每个月 三月份是一行 四月份一行 五月份一行 而我们想要的呢 如果 三月份和四月份在一行 四月份和五月份在一行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比较出来 这一月消费了 四月份消费了 他三月份消费了没有 这样的话 我在一行里边数据就能看到了 怎么通过 怎么能放在一行呢 我们通过左链接 自己连自己的方式 就可以把数据呢 放在了一行里 然后呢 放在一行里边 这个呢 是我们第二题 回购率里边的一个重点内容啊 放在一行里面之后 就可以找到 相 相邻 相邻 两个月 在一行 的数据 这个条件 其实也是比较关键 month 买的时间 拍 拍的time 这个字段 等于什么 等于B的month 两个表吗 左连接 两个表 左连接 拍的time 加1 我们只要这样的条件的数据 就是当前月和下一个月 和上一个月 这样的话呢 都在一行 当前月和上一个月的数据 都在一行的数据 别的我们不需要 并且最后的月份 要大于要 大于 三 因为我们的数据是三月份到六月份的 好像啊 三四五月 三四五六 到六月份 而为什么要大于三呢 因为我们要查的是回购率 回购率是要两个月的数据 而三月份的数据前面是没有数据的 所以肯定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条件再加上的话 整理好你的数据就比较干净了 最后第四步 第四步呢 就是求回购率了 回购率 回购率呢 就等于回购 回购数量 除以总数 除以总数 通过 通过 前三步 通过前三步 我们已经 得到了 回购 回购用户的语句 可以统计出 统计出 可以统计出 回购 用户 回购 回购用户 而就可以统计出回购用户 而B表 的UID 就是总人数 B表的UID 是总人数 A表的 回购用户 统计出回购用户 就是B表的 回购用户 是B表的UID 而总人数 是A表的UID 反正 这个A表和B表 完全取决于咱们 哪个是在前 哪个是在后 这个UID 这块呢 就是 我们最核心 回购率 求法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自己连自己 以左 左表为准 自己连自己 一个呢 是当前月的 还有一个呢 是上一个月的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 回购的用户 是基本表 然后 它 这个 只要B表的UID 它不是NONE 的话 如果是NONE 的话呢 它就肯定 是没有回购 没有回购的 回购的用户呢 其实就相当于 B表的UID 它不是NONE 所以我们直接一统计 就可以统计出 复购的用户 看B表 复购的用户 就能出来了 而统计A表的话呢 A表是 所有的用户 所有的用户 所以这么一除 就是 回购率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 昨天 这两道题 应该是上 上节课 上节课 这两道题里边 最核心的 一个 思路和难点 大家呢 回去呢 还可以再 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 内容 OK 这个呢 是我们回顾一下 前两道题 的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到今天 最后 四道题的内容 还有我们的 加餐内容 加餐内容也要 讲完 好 最后一节课 收官之战 最重要 四道难题 很难 很紧要 学习路上 不怕奸 咱们江湖 再见 今天是最后一道题了 是吧 咱们还是 把 对 后四道题 考到 这个里边 咱们一个一个来做 一个一个做 OK啊 统计男女的消费频次是否有差异 男女的消费频次是否有差异的话 那肯定得先看性别呗 那就先看性别 先看这个 不同性别 那其实就是 统计就是 不同 性别 平均的消费次数呗 这里边就包括 包括 以支付的 未支付的 咱们都包括了 包括 未支付的 先看看 首先啊 做这种数据的话呢 首先要先 先 先得看看数据 其实呢就是性别是否有空值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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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is now我们需要注意啊 is now它是不包括什么 不包括空字符的 所以我们还得再看一下 它有没有空字符 cund count e from user user info where sags 它有没有空字符 没有那就是没有空字符 没有空字符的话 没有空字符 没有空字符的话 那有效的数据 那就是not 有效的 有效的 有效的数据 select cund cund e from userinfo where.ses is not now 三万多 差不多应该啊 三万多 三万多 三万多我们看一下总数 c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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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userinfo 嗯 看总共有多少用户 十万 有十万用户 六万多空的 三万多 不空的 那这数据应该差不多 最严谨的方式呢 其实应该是 select cund 最严谨的方式应该是 userinfo where.sex 等于 男 或者 sex 等于 女 这是最严谨的 他万一有个 fm啊 什么的呢 是吧 36641 36641 啊 结果是一样的 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 只要是 设置了 性别的 都是 男和女 这个字不串 ok 好 这个 男女 有了 呃 然后 看一下 第一 他要统计 消费 的 次数 呃 先看看 这个user user表里边 是什么 结构 ID 性别 生日 ID性别 生日 嗯 那肯定是 根据ID 因为他是要 消费次数的话 那肯定是 要通过 订单表 通过订单表 来 统计啊 是要 通过 订单表 来 统计 订单表的话 sele ct select 先信一下呗 信 from 订单表 order info ais o 要跟什么 其实就是要跟这块得到的数据 对吧 这块得到的数据 呃 内连接呗 join 直接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用用他的方式这回就不会是count了对吧 我们要的是什么user id user id 然后给他设一个u呗 起个表明 然后按o.user id等于u.user id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可以统计出来 然后我们再给他按性别分析组 groupby的u.user sex 对 这还没有sex 性别 我们得要要个性别啊 那这块sex 那u.sex 这块我们其实我们要的它是分性别的sex groupby了啊groupby的话那肯定是聚合一下count 看的1 走一个 这得到的是订单表里边男女的订单数 对吧 这是得到了订单表里边男女的订单数 得到了订单表中 男男女的订单数 他要的是消费频次 消费频次的话 其实是需要 其实是要个数对吧 他这个里边很有可能是有重复的 因为我们也发现了 有很多 尤其是11211 要那个ID 他消费的次数特别多 所以我们这个count的里边 其实是有很有可能有重复的消费 重复的消费 而频次的话 其实是要求平均嘛 求平均 个数 那这个其实是需要 最好的是要用 用户ID来进行分 更合理一些 对吧 要用进用户ID的话 SELECT 这块 求平均 是需要 统计 每个用户的消费次数 消费次数 当然这个用户呢 是分男女的 分 男女的 消费次数 不管是分不分男女 他都得是锁定用户才行 因为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是 有重复消费的 所以这块 我们得还是得 SELECT select 按照一个用户的 那我们其实 最好不用这种 想想啊 他的用户 其实我们这块应该 最好是按照UserID UserID来分组 如果按UserID来分组的话 按UserID来分组 我们这块呢 就可以把 U点UserID 然后呢 性别 然后这块性别 再来一个conte 这是男女 有性别 按UserID来分组 这样的话就显得舒坦多了 这个肯定是什么 UserID 这个UserID它只消费了一次 这个UserID一次 这个UserID是三次 三次 两次 这样的话呢 连UserID也有了 按UserID分组的话 性别本身也能带着 这样做出来的统计 这样做出来的统计的话呢 它是可以求出每个 这个其实是求出了每个用户 每个用户整体的消费次数 带着性别的 这个呢 是求出了每个用户 括号是带着性别的 带着性别的 每个用户的消费次数 每个用户的消费次数有了以后 那接下来我直接按 再按性别分组 再按性别分组 再做统计一个平均值就行了 平均消费了多少吗 男女消费了多少 那也就是说我们最后的求解 最后 最后 最后求解 最后求解的话 这个在这个的基础上 它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按性别给它分一下组 最后还是外边再套一层嘛 再套一层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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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里边 然后这个asb 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OK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的话 它是一个表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直接是 grow by一下 grow by 应该是b sax b sext 刚才这是b表嘛 b表两个三个字段 一个是userID 一个是sext 一个是count 1对吧 而我们现在就要按这个字段 按这个字段来分组 所以是b.sext 分组 然后接下来这个聚合 求一下聚合函数就行了 我们b.sext 然后求一个平均avg avg avg count 这个我起个名字吧 vs 的 ct 这样的话呢 我直立ct 按这个ct列来进行统计 平均 它平均的消费次数就出来了 女的是1.9459 男的是1.9312 这个结果呢 看上去应该是大差不差 对吧 应该 所以说这个从数据上来看 男女消费的频次呢 是差不多的啊 男女消费的频次是差不多的 主要的我们要知道 这是通过了一个内连接的方式啊 通过内连接的方式来做的 哎对其实这个内连接 内连接到其实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一种写法对吧 内连接的另外一种写法 内连接的另外一种写法 内连接另外一种写法 其实也是很常用的嘛 就迪卡尔机嘛 对吧 有条件的迪卡尔机 把它改成内连接的另外一种迪卡尔机的形式 里面的整个写法 就是这里的整个写法 是整个写法 就是整个写法 另外呢还需要有什么有个条件 条件就是这得括号了 应该是u.sexu.sex等于男或者u.sex等于女 这个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他等于u.sex等于男 怎么只有女的呢 u.sex 这还得分一下组呢 要不怎么能有count呢 grove by的u.sex sex 33947 33942 这个应该是跟他的结果是一样的 33942 这两种写法 两种写法 看哪个习惯呗 长度差不多 长度差不多 OK啊 这个呢就是咱们第一题的内容 第一题呢大体上 其实主要就是用到了子查询 子查询的方式 就是当我们求出用户ID和带着性别的用户ID的消费次数 在这种情况下 哎我们包一层之后就可以按照性别进行统计了 男女的数据就都出来了啊 这个呢就是咱们第二题的内容 第三题啊第三题 接下来呢咱们第四题 统计多次消费的用户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消费时间的间隔 呃统计消费 哎到目前为止这块咱们应该能跟上吧 就是咱们的命令可能敲的呃可能不一定跟上 但是思路思路这块应该能跟上吧 别在我这写的爽啊 你们都没跟上啊 这块 这块大家能跟上的咱们敲个二啊 啊跟上的同学咱们敲一下二 先求出 带用户的啊 用户用户ID带着性别的用户ID的消费的总量啊 得到这个总量之后 带着性别的总量得到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按性别来分组 直接求一个平均 就能得到啊整个呃 各性每个性别他平均的消费次数啊 啊这块是第三题的啊 啊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啊 好接下来呢咱们第四题 第四题是统计多次消费的用户 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消费时间的间隔 而这个消费时间间隔 其实呃我们之前也讲过是吧 temp st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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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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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用这个就可以得到啊时间的间隔 所以我们要统计多次消费用户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时间间隔 那我们肯定是要按照首先的是要按照 以以用用户 以用户分组分组分组 这个是肯定的以用户分组 然后呢统计呃时间呗统计呃购买的时间消费时间消费的时间 先看一下selectselect userid是肯定的 呃先兴一下先兴一下 先兴兴, From 呃应该肯定还是 这就不是user表 order表 order的订单表 订单表里边 肯定还是要已支付的 所以订单表里边的 easpay easpade呢 要等于 已支付 以支付的 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再 Growby一下 通过UserID来分组 这块聚合的话 UserID是肯定有的 然后呢 它的时间 那其实只需要得到什么 一通过UserID来分组以后 我们就可以统计出 PayTime的最大时间 对吧 Max的PayTime最大的时间 就叫AIS最大 叫最后吧 最后的时间 消费时间 然后命 那还可以 Pa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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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 是 这叫最早的 最早 滋味最早 最早 时间 最早时间 最大 最大 最后 时间 和最早 时间 按照用户 来 最后 时间 16年 5月1号 然后最早 的时间 是16年 3月1号 这个比较合理 对吧 早 的 小嘛 厚的 大 那 求出 它的 间隔 时间的话 那 其实 其实就在 这个句话的 基础上 我们直接 用 命令 就行 Time Step Time Step 他这没有提示吗 对吧 看一下 这儿有提示 Ctrl P 还真是 Ctrl P 这跟PyChart 是一个用法 当我们 用这个函数 掉用一个函数 我们不知道要 怎么填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这 按一下Ctrl P 他可以出提示 前面是什么 前面都是 时间 时间 小时的 分钟的 秒的 日期的 那 我们是要的什么 间隔时间 天数 DAY 那就是天呗 天 逗号 逗号完了以后 那就要 添加的是 最大时间和最小时间 就行了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那倒不一定 试一下呗 试一下 PayTime 和 Max PayTime 运行一下 这起个段 60 21 证明是什么 证数 证数什么 那证明顺序 没错 小的在前面 大的在后边 我们写一下 AS 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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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时 零 二时 零是同一天的吗 同一天呢 就是零 这个是要统计 多次消费的用户 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时间间隔 这就有了 这个呢 就是得到时间间隔的 方法当然了啊还有一个刚才一个different 刚才又想起一个 还有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求日期 间隔的 函数 这个是S这个我们直接拷贝吧这样快一点 就换个函数吗其他的都一样其他都一样 而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直接是data data different 你看他这里边 他这里边只需要什么两个日期就行了 他不需要 填写单位 你是统计天呀什么的 他的直接返回的就是天数 那自然的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天数 不需要单位 这个呢是最全的 你可以按照啊 按天统计 按月统计 按年统计 按十分秒啊 都都可以统计 这是最全的 而这个呢 是只能按天统计啊 所以呢 不需要写那个单位 至于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不好说啊 咱们运行一下看 负的 负的话那就证明什么 他要把大的放在前面 大的放前面 小的放后面 61 0 21 好像有点不同 对吧 60 60 有60的 有 这个 61的 这个 不同 这个 其实 从结果上看 我们也可以发现 这个应该是 多一天应该也就是 包括当前 就是 包括 包括 当前 当前 日期的呗 差这一天应该也就是 包括当前日期的情况 这个呢就是 统计 统计多次消费用户的 第一次 消费和最后一次消费的时间 间隔 有两 种方法 都可以 一个呢是 不包括当天的 一个是包括当天的 啊 这两种方法都行 哪个都可以 OK 行 那接下来咱们第五个 进展的还挺快啊 第五个 完成 一半 将近一半了 第五 统计 统计 不同年龄段的 用户 消费金额 是否有差异 不同年龄段的用户 那肯定是先是用户表呗 对吧 呃 先得是用户表 他的年龄 年龄的话 DSA一下 DSA user info 他没有年 啊 有有生日 也是一样 这个时候相当于什么 我们得通过生日来算年龄 对吧 啊 首先还是这句话统计数据的时候 还是要先看看 先 先看看 呃 数 数据 是否完整 先看看数据是否完整 SELECT ECT select 统计一下吧 Count 1 然后from user info where Boss 他的生日 生日 是否 是空的 是空的有多少 6万9 6 9万 一共10万条数据啊 10万个用户 有一多半 都是空的 生日 空生日 那就 那就不能统计 这个其实也是 很合理的一件事啊 其实是 很合理的一件事 因为什么 咱们在网上的一些 呃 生日啊 信息啊 这些个人信息 其实 有很多人都不填 是吧 有很多人都不填 所以 在做这种 统计的时候 一定要先 找 先看一下 我们的数据 是否 有这个 特殊情况 而这种特殊情况 其实 呃 顺便说一下 顺便说一下 呃 这些个人信息啊 呃 我们这个生日 属于个人的隐私信息 最好还是别在网上填 啊 最好还是别网上 别在网上填 呃 因为什么这个 个人有 你填了也没事啊 填了的话 呃 你的 密码啊 你的 用户密码 啊 无 不管是你是这个网站的用户名密码 还是你的一些支付的密码啊 最好呢不要跟自己啊 特别容易公开的个人信息相关啊 比如说生日啊 身份证号啊 这些呢其实在网上还是很容易能够被查到的啊 大家也别觉得哎我这个生日 你就算把我身份证号取到了我的我的密码呢又不全是 别看这一个不全是啊 这个其实就是几个月上个月吧 上上个月吧 呃就是我我们办公室我记得好像哎呦 你说过没说我忘了 就是 WiFi密码嘛WiFi密码 我们组的WiFi密码信号WiFi的信号不是很强啊 所以我想找一个WiFi信号更强的 呃上网啊上网 可是人家的都是有密码的吗 这个设置这个破解WiFi密码其实我们在手机里边 尤其安卓手机啊都有 一个那叫什么来着 那个 破解WiFi密码蹭WiFi的 蹭WiFi的一个应用啊有很多啊 而他们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建立一个 呃 密码字典 一个密码字典的 库然后呢一个一个是因为WiFi 破解WiFi密码最直接的 方式呢你就是试密码嘛 你就是试就OK了 他也不会限制你你试几回以后啊就就断开你链接 他没有所以呢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呢你就试密码就OK了 而这个试密码其实 是有一定的 难度的因为什么他的组合像 组合的内容非常的大 尤其是你不知道对方的密码有多少位的情况下 你想 26个小写字母26个大写字母再加上特殊字符有还有好几十个 这样的话加起来的话近百个字符来组合 多个组合这个密码的话 他的组合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 呃我接着我用我的笔记本来测 来试那密码的话 我本来想建立一个密码字典 然后呢按照这个密码字典一个一个加载着密码字典 然后来试 结果我的笔记本 呃写到了第 第七位的时候 文件啊就就已经一出了啊内存 一出了太大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就不能设置生生成一个密码文件要不然的话太大那只能是什么动态生成全排链 动态生成生成一个是一个生成一个是一个 太多 他的那个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由于我们网管我我们网管设置密码呢 啊对于这个网管我是比较了解的 我知道他设置密码呢是有一定规律的 设置不同的WiFi密码他有一定的规律 我了解到他这个规律以后啊 随便写了一个关联算法 就是把他的规律在他的规律在他的规律的基础上 哎进行 生成密码 来试验 来破解他的 其他人的WiFi密码 很快我记得我写完之后 出去抽了一根烟的功夫 一根烟的功夫回来就已经破解好了 就是 密码信号最强的 几个WiFi密码都已经破解好了 十几位的密码 是十几位的密码 一根烟的功夫就全都就已经破解好了 所以 这种关联算法 利用关联算法的话 就是 你越了解 你的人 利用关联算法就越容易破解你的密码 十几位的密码如果是 单纯的穷举法来破解的话 真的是 得破解 按年来算 才能破解完 但是 如果了解你 知道你的 信息 知道你的一些习惯 配合关联算法的话 就会很快的推出你的密码 所以呢 咱们在这呢 哎呦又说多了 咱们在这块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在 个人信息这块 密码 自己的用户名密码 一定不要跟 经常公开的用户名信息 这块呢 有关系 这样的话呢 是非常危险的 这又说到哪去了 查询 生日啊 生日 它是 空的 有6万多个 那就不是空的 对 这块还需要知道的是 因为我们这块 有可能什么 有可能 有可能它 是空对吧 等于 这块呢 都要试一下 都是要试一下 没有 那夜人是很干净 夜人很干净的情况下 那就是 年月日 而我们要算它的年龄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用户的 用户人 然后年龄 一二呗 当前的 当前年 减去 Y1A1A2的 他的生日 boss A1G 他年龄 from from user info 然后where 这块一定要注意 加上这个条件 他呢 意思 not not 只有他不是空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 算出他的 年龄来 否则的话呢 就会报错 所以这块一定要特别注意 试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 有122岁的 有122岁的 不是很合理是吧 100多岁的 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 SEL 当我们做数据分析 之前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数据 要有 把控 发现这些有些不大合理的 数据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先再看一眼 100多岁 那他最大的到底是有多岁 多少岁 是吧 SEL from user info where 的 boss is not 那 1900多岁 这显然就不是 这就不是合理不合理的事 这绝对 这吸血鬼是吧 1000多小2000岁啊 我们再看一下最小的 6岁 6岁也不对 6岁你 你能 在网上消费吗 是吧 那这时候我们发现 数据不合理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得 看一看 这个数据 怎么个不合理法 这个呢 需要 我们 看一眼 这块 呃 发现这个数据的话 那我们 按数据 来统计一下 boss 按他的日期 呃 from user info 然后 呃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肯定也是有的 他呢 is note num 然后 呃 growby一下吧 按 日期 分组 然后再按 呃 生日来排一下序 看一眼 啊 最小的 最老的 0072 这也就是说公元72年 那这1900岁的那肯定是他了对吧 现在都公元2000 2020多年了 2022年了 这这1900多岁的肯定就是他了 然后这个也也得有一千岁啊 这也得有一千岁了 其他的好像也还行吧 1900年这算是 差不多标准的 前面这几个 我们会发现 也就是说呢 有人填了 日期了 但是呢 也是虾填的 虾填的 对于数据分析来讲呢 这个数据就是这样 我们 也无可奈何 最终的是要统计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能力 而这个年龄 这个年龄段本身 其实就是不合理的年龄 对吧 哪有1000多岁的 好几百岁的 消费 统计一个好几百岁年龄的 一个人的消费记录 消费的 总金额 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那所以 但是数据又有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需要 给数据 分成 组 他本来呢 也是要 按照不同年龄段 按照不同年龄段的话 那我们就给他分成一个 把这些不合理的年龄段 我们 分成一组 分成一个年龄段 我们只统计什么 只统计 标准的 年龄 比如说 这个19到20 29 29到39 39到49 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话 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年龄段 对吧 而这种情况 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 我们就得给他 按照不同的情况来显示 而这种不同情况的显示 其实呢 就要用到了一个 我们昨天 上节课讲的那种 就是case case1 用case1的方式 给他分成不同的 组 我们之前 上节课 用case1分成了两组 对吧 一个呢是 这个支付的 什么 复购用户 是1 非复购用户是0 而现在呢 我们要给他分成很多组 比如说 10到19 20到29 30到39 哎 用这种方式 给他分成这么多组的话 用case1呢 就更合理一些 case1 用case1的方式 是用case1的方式 就是用 用case1的方式 来给用户分成多种类型 多种类型 用case1的方式分成多种类型 这样的话呢 更合理一些 当然这些 那咱们就直接先查一下有用的用户 这个刚把生日弄完 生日弄完我们要统计用户 所以呢 还是得select新一个消费的话 肯定还是order表 order表里边的where的easepay 它的已支付 这是肯定的 这个里边我们要的是user id 而我们通过user id里才能够跟我们数据相关联 对吧 所以我们这块 它的我们还是用内连接吧 比如说我们把它弄成 它是一个表 比如说a表 比如说a表 它是a表 然后呢 要跟join 我们再跟一个 我们的我们的这块的时间的我们这块肯定是要select user id user user id肯定是要有的 然后呢肯定是要有年龄的 年龄的 其实就是这块 我们可以把它 ease not now 带着user id 带着年龄 别的不需要 b 这个两个表 两个表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我们这块可能在前面得套一下 我们select select select from 两个表 a表 join b表 然后 on一个 on a的user id 等于 b的user id a的user id 等于 b的user id 这里呢 就 咱们先看一下 看一下结果 这个呢 是我们会得到所有的 这是相当于是所有的订单 前面是订单表 然后这个是用户的 后边的币表的 信息 年龄 年龄 年龄有了 id都是相同的 id都是相同的 不过倒是 这里边 这里边其实是什么 相当于是 各个用户 各个用户的一个消费记录 这里边肯定会有重复的 这里面肯定肯定有重复重复的数据 因为用户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有多次消费多次有多次消费 他很有可能有多次消费 就像那个2112211那个用户啊 他一消费量是很大的 所以这块有多次消费 所以这块有多次消费的话 那我们还是得给他 最后我们得给他按照一个 得按照他的一个分组的形式 多次消费的话 多次消费的话 我们先把前面的 我们先 先把 这个 年龄段 先把年龄段 先把年龄段分开吧 分开 我们先把年龄段分开 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先把年龄段分开 用case 1 用case 1把年龄段分开 这个里边 这块我们其实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要的是 UserID A表的UserID是肯定要的 然后呢 A值是肯定有的 A值是有的 A的UserID A的UserID和B的UserID是一样的 所以这块 要有的 然后呢 我们钱 最后要统计 统计各消费年龄段的 消费金额 相当于总金额 所以钱是肯定要有的 呃 然后 就是要按照 呃 年龄 给他分成很多组 对吧 那这块我们用case 1 case case 1 用case 1的方式 age between 呃 比如说10 and 呃 19 then 满足这个条件 这个顺便说一句啊 在我们写sigual语句的时候 尽可能的 用英文啊 尽可能的 呃 别用 符号 在条件这块别用符号 呃 这个符号的话呢 其实 他的 呃 查询效率啊 查询效率呢 其实是比 英文的这个呢 要低一些的 啊 在数据量大的时候呢 还是呃 咱们尽可能的 用英文的方式 尤其是有这神器啊 有这神器的话 他的呃 他的这个提示还是挺挺合理的 挺快的 碎 所以呢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方便的 这个就是一个条件嘛 当年龄在10到19岁的话呢 就显示10到19 这是一个问 注意啊 那后边没有分号也没有逗号啊 然后这是一个条件 再来一个条件 那就是20到29 20 29 20到29 然后 30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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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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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50到59 60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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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这差不多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统计的这么多类 剩下的else 直接else 等于呢 else等于呢 也就是说 如果年龄不在这些范围内的 我们都统一给它显示呢 我们就不做统计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那些 五岁的 六岁的 还有那个几百岁 上千岁的 我们都给它变成那 用这种方式 就直接给它归类了 这样的归类呢 还是比较方便的 and 注意啊 它到这儿 case one才结束 到这儿case one结束了 它是一个字段 它是一个字段 所以呢 我们要给它设人一个名字 要不然的话这个字段就显示太难看了啊 年龄分组 其他的我们都先不动啊 其他的我们都先不动 看一眼效果 use ID年龄前分组 39的在39这一块 31的也在39 27到20到29 随便再捋一下 36到30到29 39这组 53 50到59 41 40到49 OK 到这儿我们发现 这个其实就已经分组好了 对吧 分组好了以后 我们只需要什么 我们是不是只需要按照这个 年龄分组来进行分组 然后直接统计它的前数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块的时候 一球到这儿 看着就方便多了 最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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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 在这个的基础上 在这个的基础上 我们直接 直接 呃 我们直接group by呗 group by的 呃 A值 group 按它来分组的话 ID是有的 这年龄就不需要了 然后我们sum一下 个金额 OK 这个 这个 UserID也不需要了 UserID也不需要了 OK 这就是不同年龄组的 啊 有none对吧 none其实就是 那些不符合规矩的年龄 都给它去掉 不过这个数字有点太不好看了 对吧 这种不好看的数字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 呃 有太多的小数 由于数据有太多的小数 啊 由于数据有太多的小数 啊 调整 啊 格式 用 cast 它是核对吧 我们用cast 来 cast 它的 数据 数据 然后我们直接 as as 一个 dc cad cad 然后 这里边 嗯 12位吧 12位的 2 有10位 整数 2位 小数 啊 这个我们可以写一个 总金额吧 as 总金额 总金额 按照年龄 个 十 百 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啊 一千多万 哎 这么着一看的话 我们就可以 分出 根据不同的年龄组 他们的总体的消费金额 一看应该是30到39岁之间 他的消费能力最高啊 其次呢 就是40到49的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第六题的内容 OK 啊 什么第五题 对吧 第五题 第五题的内容 好 接下来 最后一道题 最后一道题也是 嗯 最难的一道题啊 好 我们 继续继续统计消费的二八法则啊 消费的 百分之二十的用户贡献了多少额度啊 这个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分析的统计的方式啊 因为二八法则其实在很多行业很多种情况都会出现 嗯 百分之二十的人啊 占有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财富啊 这个是经常听说的啊 听经常会被那个拿来说事呢是吧 像股票分析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我当时做股票分析软件的时候 呃分析大单嘛 这个一手 因为我们会把整个四个小时的所有的交易的呃数据都实时的啊爬取下来 然后呢统计啊每只股票的啊大单的数量 大单的数量怎么判断 其实呢啊有很多种情况啊 而我们的判断情况呢就是前百分之二十的 前百分之二十的排名啊 整个今天所有的成交量每一笔的成交量我们都记录下来 然后排个序最少的可能就是一手嘛一手这每次股票最少你要买一手啊 那最最下面的肯定是最小的是一手而最高的不一定是吧 每只股票会有不同的情况 那怎么叫大单呢 就是今天整个的成交量的一个排名前百分之二十的 我就认为都是有钱人 而这有钱人百分之二十的他们今天在这只股票里面啊 他们的操作是买入的多呢还是卖出的多呢 然后买入了是多少卖出的是多少啊 我们主要的是分析这个每只股票的大单的一个情况 而根据我们的统计来讲的话 每一只股票A股市场的里面每一只股票前百分之二十的成交量 会占这只股票当天总成交量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每一只股票 甭管你的股票盘子有多大 像茅台一股就一千多块一股一千多块一手是一百股 你想买一手就得就得几万块钱啊就得一两万一手就一两万啊 这样的他的一个这么大盘子的股票或者是几块钱的小股票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前百分之二十的成交量 占整个整只股票当天成交量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到九十之间 大盘股的话呢有可能是到百分之七八十 小股票的话有的真的能到百分之九十多 那证明什么证明这个这个股票完完全全都是在大单控制的 完完全全都是大的散户基本上对股票走势没有任何影响 这个也是一个股票这块 所以说我们要是炒股的话 一定要什么跟对主力啊 看清楚主力的动向然后主力吃肉咱喝汤啊 OK啊这个二八法则我们知道了以后啊 那就得看消费那首先我们得首先他肯定是 订单表是肯定的了 from order by order info 订单表 好然后呢我们肯定还是要以支付的嘛 所以这块这个条件也是啊 以支付是跑不了的 然后呢他是统计用户那肯定是group by一下 group by按用户 group by 来按用户id来进行分组 既然是用用户来分组的话呢肯定前面的心就不合适了 那就user id 然后呢 呃 钱对吧 要统计他的钱每个用户他的消费的金额 钱钱钱钱钱 我们直接把这个考过来就完了 总金额每个用户的总金额 哎貌似好像没啥错对吧 11211啊 这个他的总金额很多啊 这个这个其实就是每个用户的总金额了 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只需要什么 我们只需要order by一下吧 order by 然后呢按照这个总金额排一下序 降序 disc disc 降序排列 那就是由大到小 由大到小 取20% 哎难就难得这儿了 哎这个20%怎么求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数的话 那我是不是直接limit limit limit一下就行了对吧 那接下来 那我就先求个总数呗 是吧 我们求一个总数 两头凑 我在这儿写到这儿了 写不下去了 得需要一个 他这个数 那这个数 我们单独求一下呗先 seleect select 他他 他要的是什么 用户数吧 我们只需要把用户数 总数 求出来 用户的总数 呃 肯定是用户 user id嘛 user id 这是总人数 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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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order order 表 然后where 那肯定是 条件还是一样的 一定是 已支付的 已支付的 8万多 总人数 而我们要的是什么 前20% 那我只需要 他再乘上 0.2 呃 我把这数先记上啊 1712 9.8 这个数其实不就是20%的人数 那我只需要 你这个是从大到小排列 排列的话 那我只需要limit一下到这个数 就完了 对吧 我们可以先写一下呗 在这个条件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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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折一下吧 折一下 直接什么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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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个数 对吧 嗯 它的 那limit 我直接写这数就行了 17 1 2 9 那就30吧 17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呃 前20%的用户全都有了 而我们最终的要求是他贡献度的话 对吧 那我直接是在这块 我取 我再求一个总金额就完了 对吧 我们直接是在这儿 sum一下 哦 sum里边再套一个sum不行 sum里边再套一个sum不行的话 那我这外边再套一个呗 我外边再套一个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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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金额 中文的行吗 看一看 必须是 我这一块 A吧 它必须得有个表名 OK 这不就是总金额了吗 我把这数记下来 待会可以核对一下 这就是总金额 钱 20%的有钱人 他一共消费了多少金额 但是 这个我发现了没有 我们没法 把这两句话拼成一句 Secret语句吧 Limit Limit后边是不能跟着 紫查询的 Limit后边是不能跟着紫查询的 我们这个紫查询的数据是 是可以得得出来 对吧 我们这个数据是可以得出来 但是 我们这个 Limit后边 它只能跟一个数 或者两个数 它只能是印的形的数字 而不能跟 紫查询 这个就是我们这道题最难的地方 貌似很简单 我分两句 很快就能求出来 但是 我们这个语句要用一句来写 一句 那这个数据又不能放到 Limit里边 那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通过Limit的方法 来进行 过滤 不能通过Limit的方法 来获取前20%的数据 那怎么办 Limit不行 只能用什么了 只能用 只能 只能 只能用 用窗口函数 窗口函数 用窗口函数 我们知道窗口函数 它是不是就可以 有分组 然后有排序 对吧 然后它能不能 它给它分组的时候 至少我们不需要用Limit 但是窗口函数 我们具体的逻辑 还想不大清楚 没关系 我们先一点一点来 先一点一点来 SEL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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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兴一下 窗口函数 我们就加一个窗口 我们是要求它的排序 序号 其实就是序号 我们Limit 其实也就是一个序号 从1到17130 这个号为止 我们不需要考虑它有什么重复 重复的排名一样的 它那个排名有重复 我们不需要考虑对吧 所以我们这块只需要用到它那个Row RowNumber Over 然后我们这里边 我们不需要再给它进行分组了 对吧 因为我们都分组是什么 UseID嘛 UseID就已经分好了 我们只需要对它进行排序 Order OrderBy OrderBy 我们排序的前数 其实这块 按一个字段吧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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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from 这个from 其实呢 就是我们 我看看啊 其实主要就是这句呗 查询它所有的金额 然后以支付 按照总金额 排一下序 这个呢 其实就是 它的主要的内容在这 这块我们 不需要有这个排序了 对吧 因为在这里边 我们按照它这个金额排序了 S 少了一个S select它 然后按照用户分组 按照用户分组 求和 总金额 这个我们 别中文了 中文 中文 呃 冲口函数 是不是中文不大清楚啊 我们 还是用英文吧 啊 some price 总前数 对吧 这个里边是按照用户id分组 然后能够得到它的总前数 而我们其实就是要对这个总前数进行排序 用总前数进行排序 就能得到它的这个序号 然后这块我们写一个呃 在这个里边 aaa呗 看一眼 走着 这是ID 然后序号 它的总前数 是用户的 每个用户 每个用户的前数 这个呢是每个用户的前数 这个升序的我们要什么 降序 对吧 所以这块可能DESC一下 总前数降序 OK啊 这个前数有了 那接下来其实到这块为止的话 我们会发现没有 我们要的是这个排序 排序只要是大于1730 排序只要大于1730的就行 而这块我们 到这块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发现 我们是不是还没有where呢 where条件其实是 可以加上的 对吧 这块 over它的where 我们看啊 这直接 还是were where的 比如说我们where的排序 排 又是中文叫 排序 排序 小于1730 1730 只要排序小于1730 对吧 我们这不是从1开始吗 这是最高的 是吧 然后1234一直排到1730就行了 只不过这块看排序它没有读到 对吧 没有读到 没有读到的话 没关系 我们在外边再套一圈呗 我们再套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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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星 我们 select星一下呗 select星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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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他的排序得不到 得不到的话 我再套一圈 得不到 就再套一圈 然后 这个BB 这就不算错了 我们看一下 OK OK 这就有了 对吧 这就有了 那接下来呢 呃 他有了以后 17130 而我们最终要的结果是它的总金额 总金额的话 那我们只需要在这块 呃 求一个count一下 我们直接sum一下呗 sum一下我们的总金额 这里边的总金额 呃 呃 这块还没有总金额呢 呃 套一圈啊 那我们直接就是在这儿啊 呃 可以看到啊 现在的话啊 我们先精神一下啊 这块怎么怎么列啊 首先 查询一下 这个 目前来讲 这个星 意味着什么 就代表着 有三个字段 对吧 有三个字段 这个序号就别说了 我们在 where 这块呢 可以把这序号进行过滤 然后呢 UterID 这块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 是吧 我们并不需要 我们需要的是 这个 sum price 对它呢 进行一个求和 所以我们这块 直接就是sum sum 的sum price 求和 大家也别觉得 哎 我在这里边好像没有这个字段啊 而我是在这里边才有的这个字段 没关系啊 我们看了这个星以后 它显示了这么这三行列 只要它能显示这这列 这个这儿的列名 我们就直接可以搁在最外层 来做统计 这就没有问题 222 我们先把这个 拷贝一下 227 31 这个是 总金额是 22270 几几 它有可能是差这一个啊 等于 包含不包含的关系吧 哎 对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的话 这个数就是一模一样的了 这个数就一模一样了 在位里边 加 加这个条件是不是很简单了 到这儿的时候 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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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总人数 总百分之 总人数到 百分之二十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这个在哪里 这 总人数百分之二 是这样 以至 以至 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是这句 而这回我们在 where后边是可以跟子查询的 对吧 所以在这块我们直接最终结 最 最终结 最终结 就是 它后边直接跟上 子查询 cnt 这个总人数 就行了 当然这个写不写 这总人数都无所谓了 反正它就是一个数 这是百分之二十的一个总人数 它这个 之所以差一点是什么 因为我这个总人数是17129.8 它按的是129算的 所以这个就是差那么一位 整个语法规则其实呢 就是这样 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第六题的一个最终结 ok ok啊 这块其实 说难 好像 有点难 但是呢 通过窗口函数的话 其实我们会发现 通过窗口函数 好像就不难了 对吧 窗口函数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可以什么 它可以把where 腾出来 它可以把where 它可以把where 腾出来 在没有窗口函数的情况下 我们通过 grow by order by 进行排序 这是可以的 可是排序完了以后 我们想再过滤的话 就过滤不了了 就没法过滤了 你用having的话 你也是不知道它的一个数据的 所以这块 麻烦其实就麻烦在这儿了 我们怎么把这个数给取出来 我们不能跟在limit后边 当然了 我们having可以不可以 having 那它只是一个数字 它总共这个呢是金额 我们又不知道它 第20%的那个人的用户的金额 是多少 是吧 这样的话 having后边跟子查询 也许可以 这也是一个思路 说到这就想起来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思路 是什么 我们求出 通过having 在这块 可以加having having的话 是对总金额进行过滤 对吧 总金额的话 就是我们要求出 第20%的这个人的前数 让having的话 让这个总金额大于这个前数 也行 也许行 也许行 不过好像依然是 比较复杂 依然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having后边跟子查询 行不行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 你求出第20%的这个人的 这一组人的金额 然后再进行一个统计 从思路上讲好像也可以 不过就是得看having后边 能不能跟子查询 然后跟了子查询以后 你许第20%的这个人数 这个人消费的金额是多少 求出了以后 having 总金额大于这个前数 能得到他的一个总数 然后呢在外边再套一层 再套一层求sum 可能行 大家可以 金丝广义一下 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自己试一下 由于咱们这儿的时间的关系 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儿 再用having再做一遍了 这个思路 这也是想到这儿的思路 可能可能也可能也行 可能也行 不用冲稿函数的话 可能用having也行 大家可以有时间呢 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这是第六题 然后第五题的话呢 其实难点呢 主要就是一个case这块的一个应用 case这块的应用 把这case的应用 通过case的方式 就可以把一些脏数据 我们所说的脏数据就是 明显不对的数据 把这些脏数据呢 统一归为一类 然后呢 我们只统计 我们想要的 这方面的数据 这个是 第五题里边的一个 相对来讲的一个难点吧 然后第四题 其实总体来讲 还是比较简单的 统计多次用消费的用户 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时间间隔 主要呢就是time step different 还有一个什么data default 这两个求时间差的函数的使用 data different呢 它呢是不需要有单位的 因为它返回的就是天数 返回的就是天数 它和time step最大的区别就是time step 它可以根据你传过来的单位 统计不同的信息 你传data 它就按天 你传月 它就按月 你传年 它就按年 你传秒 它就按秒 而这两个还有另外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一个 最小值在前面 最大值在后面 一个那是最大值在前面 最小值在后面 这个呢 倒不需要记啊 因为什么 我们一查 一出结果一看 就能看出负的 那就肯定是反了嘛 是吧 那再倒过来就ok了 这个呢 是第四题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难点吧 而第三题 第三题是统计男女消费评次 其实呢就是一个平均的消费次数 而这个平均的消费次数 需要注意的呢 其实首先呢就是数据的处理 当数据的处理一定要做 一定要先看到底是有没有什么情况 把只用我们能够数据是正确的数据 能用的数据 能用的数据 在这个能用的数据的基础上 咱们再进行统计 而这统计的话呢 其实它是要分性别 而我们一开始呢 那如果我们直接按照性别来做的话呢 会发现它里边有很有可能有重复的 因为相同的用户呢 很有可能会多次消费 多次提交 所以我们单独按照性别来讲 按性别来分组的话呢 其实并不是很合理啊 所以呢 后来我们改成了什么 改成了用年龄 而是用U3ID来进行分组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统计出每个用户 它消费的次数啊什么的 它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统计出来 这样在这个有U3ID和性 带着性别的U3ID的基础上 我们在统计它的整个的个数 每个用户它消费的次数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在最终的求它一个 最后再按照性别来求它的平均次数 这个呢是我们第三题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啊 OK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项目的所有的内容 我先把代码 窗口函数这块老师再简单说一下吧 那天后宽哥 后面听了不大明白啊 窗口函数啊 窗口函数这块呢 其实呢它有很多种方式啊 我们在这道题里边用到的窗口函数 窗口函数是一个统计的 窗口函数有好几种方式 一个呢是order number 还有一个什么呃呃这个显示 这是什么 它是显示一个呃编号的 也可以有显示呃排序 排序呢是有重复的有不重复的啊 这是它的几大排序方式啊 而窗口函数的使用 其实呢就是前边放着需要的函数 前面放函数 可以是sum value sum 平均值 最大值最小值 这些都属于函数 而这个roll number呢 是一个特殊的排序函数 啊总之呢窗口函数就是 它的格式呢前面放一个函数 后边跟over 括号 里边 有 可以 跟分组 procession 也可以呢 跟order by 这两个 必须至少有一个 而我们这个例子里边用到的呢 就是排序 因为我们不需要再分组了啊 我们这块呢不需要再分组了 所以呢只需要有排序 所以这里边呢 over里边直接跟的是 order by 然后呢按照 总前数 进行排序 降序排列 所以呢这个整个的 一个 冲口函数的 规则 其实就是前面跟函数 一个函数名 over 里边 跟着分组 分组函数和排序函数 分组方法和排序方法 然后可以按照某一个列 来进行分组 也可以按照某一列进行排序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固定写法 后边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后边都是一样的内容 OK 行啊 我们今天的项目的内容啊 就到这儿我们我先把这个代码呢 烤到咱们的笔记里 接下来咱们的这个加餐啊 我们的加餐呢也是要讲的啊 哎 加餐这块我没有加上吗 没关系 现在我们把这个上一节课的加餐也说一下啊 上一节课的加餐内容 这块呢也是 我觉得也是 加餐这块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三大范式 其实呢 说白了呢 那就是我们创建数据库的规则规矩 虽然我们觉得哎 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创建数据库对吧 但是呢 我觉得对于我们后期 后面紧接着学习的python基础这块 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就是学会了怎么建表 对于我们后面理解面向对象的关系 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在面向对象 python面向对象的时候呢 其实表和类和对象是可以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一个表就可以对应着一个类 而表里边的字段 是对应着类里边的属性 表里边的字段是对应着类里边的属性 而每个表里边的数据 每行数据 每条记录 对应着什么 对应着面向对象里边的对象 通过类创建出来的对象 一条记录是对应着一个对象 一条记录对应着一个对象 所以说当我们知道怎么建表了 其实对于我们后边怎么建类的属性 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 所以这块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了解的地方吧 至少对于我们后边学面向对象的时候呢 会有一定的帮助 三大范式 我们只需要了解三大范式就行了 目前来讲好像至少有六大 对于我们来讲了 了解前三大就够了 三大范式 第一个呢 是简单归纳 第一范式 定义呢 是数据表中所有字段都是单一属性 不可重复 即即是即第一范式要求数据的表都是二维表 第一范式 这是它的定义啊 定义呢 一般来讲呢 还是比较难理解的 我这里面有翻译啊 翻译成啊 中国话来讲的话就是原子性 字段不可再分 否则就不是关系数据库 数据不可再分 咱们再通过一个例子 就可以很快的了解到 首先啊 比如说这妹子表 她有姓名 身高 体重 住址 没丑 联系方式 当我们这个联系 再看数据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联系方式 里边 她有的是填手机 有的填微信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 每当数据表中 所有字段都是单一属性 什么叫单一 像美丑 你要么填美 要么填丑 你不会再有什么不同的内容了 都是并列关系 而这个联系方式 但是她包括的内容可就多了 可以是手机 也可以是微信 而手机和微信是完全不相关的东西 也就是说 在这个表里边 我们建立这个字段的时候 它是什么 它是可以再分的 可再分的字段 它就违反了第一范式 原子性 字段不可再分 而这个联系方式是可以再分的 所以 是错的 标准的写法是什么 姓名 身高 体重 住址 眉丑 手机 微信 你拆不了了 微信 你也拆不了了 哎 这个才是一个符合第一范式的 表的 字段的规则 其实我们创建类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的属性 你不能有模拟能量可的 属性还能再分 其实也是不合理的啊 这个呢就是第一范式 第二范式呢 是每个非 主属性 由整个主件 函数决定 不能由 主件的部分决定 非 关键字段 对主件 完全依赖 消除部分 函数 依赖 即 存在组合 关键字中的字段 决定 非关键字的 情况 如果 这完全就听不懂了 对吧 翻译过来 翻译成人话 就是 唯一性 一个表 只能说明一个事物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我们创建类也是一样 这个类 它只能是一个事物 你不能说 这个类 又是人类 它又是狗 这个 显然就不合理 而 见表也是这样 你一个表 也只能放一个 一类事物 比如我们看 这个例子 商品表 有名称 供应商名称 价格 重量 供应商电话 有效期 和分类 貌似好像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对吧 貌似好像挺合理 挺合理的 奶茶 它是 哇哈厂子的 价格是 重量是300毫升 然后供应商电话 哇哈的电话 然后有效期 那一年 类别 分类呢 是属于饮料 好像貌似 好像 没什么不合理 对吧 但是 仔细想想它的依赖性 名称 你 咱们去超市买 就按买饮料来算 首先我们得看它是什么 名字吧 奶茶 跟价格 然后就看价格 然后积贼一点的 相同价格 我看重量 重量重的 价钱一样 重量重的 那我可能买这重量重的 是吧 然后当然还得看一下有效期 别快过期了 哎这个呢 完全是依赖的关系 对吧 名字 价格重量和有效期 而供应商 跟奶茶呢 是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它绝对不是 这个供应商 它只供应一个奶茶吗 不一定吧 而供应商的电话 供应商和供应商电话 肯定是有一个依赖关系 对吧 是个供应商 你就得有提供 联系电话 我投诉啊 或者是找你啊 都都能找得着嘛 所以这两个字段 肯定是有一个依赖关系 而这个供应商电话 和奶茶的名字 其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吧 至少关系不够紧密 这种不够紧密的关系 其实会造成什么 大量的重复数据吧 哇哈 除了奶茶 你还有什么 矿泉水吧 矿泉水也算是饮料吧 那再多一次 那其他的这个供应商 和供应商电话 这两条数据 就一定是重复的吧 是吧 这就一定会是重复数据 在创建表里面 这种重复数据往往是什么 往往是因为 这是两类的东西 它不是一类的东西 建类和建表都是一样的 发现我这个字段里面会有包含两类东西的话 那就需要什么 给它建成两个表 或者是两个类 饮料 名字 就是这个 供应商有供应商的表 商品有商品的表 这个呢 就是第二范式 而第三范式 第三范式 表中所有非主属性 对任何候选关键字 都不存在传递依赖 这就是第三范式 咱们还是翻译成中国人 人话吧 人话就是每列都与主见有直接关系 不存在传递关系 传递的依赖关系 咱们还是再通过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 第三个 还是商品表 名称 价格 重量 有效期 分类 分类描述 这个分类描述 其实 它就是这个分类的依赖关系吧 分类描述和名称 其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名称跟分类会有会有关系 而分类描述是只属于分类的 饮料 有饮料的 这一类的描述 这个 熟食 有熟食这一类的描述 所以这两个是有依赖关系的 是相当于递进式的依赖关系 这个就是不符合第三范式的一个规则 首先 它依然会出现什么 重复的数据 奶茶 它是属于饮料 可口可乐 也属于饮料吧 然后雪碧也属于饮料吧 不同的商品 相同的类别 这个分类描述也是相同的 那它这一列的数据呢 就会有很多的重复 有重复数据 就证明你们的这依赖关系肯定会有问题 有重复数据的情况 绝大部分都能说明你的这个字段是有依赖关系的 是需要拆的 而这个依赖关系呢就是它的它们俩是有递进的依赖关系 是不符合第三范式 我们创建类也是一样 我们创建类也是一样 你这个明显是需要什么 另外一个类 分类类 它的有分类的ID 有分类的描述 不同的分类有不同的描述 跟创建表是一样的 商品名 然后再有一个分类的表 关联呢就是商品的 有商品ID和 关联是通过第三方的表 分类ID和商品ID来进行关联 等于一个表要拆成三个表来锁 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符合第三范式的一个表结构 这个呢作为咱们的一个加餐吧 作为一个咱们的一加餐 我们要通过这个三大范式 要了解大体上我们的表应该怎么建 我们的表知道怎么建了 其实对于我们后期 学习面向对象的时候 就知道类应该怎么建了 类里面的字段 类里面的属性 其实呢就是对应的表里面的字段 这个呢是跟我们后面学的面向对象的时候呢 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的 行好啊 行那咱们今天的内容呢也就到这了 咱们MySQL的内容也算是告一段落 大家呢有什么问题还是那句话 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快速的直接在群里面问我都可以 咱们还是课是讲完了 有问题还可以及时的在群里面问我就可以了 ok那别的就话就不多说了 咱们就提前啊 我就在这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啊 咱们后会有期啊 拜拜 林娜 过年好啊 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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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